这一次的九合一大选 便入会后 陈其迈主动讨爱的报报 不过韩国瑜在投入参选时 主动做了这件事 周刊王揭露 韩国瑜邀陈其迈来场君子之争 选战绝不殃及家人 陈其迈同意 双方还三度各控确认 今年3月 韩国瑜决定选高雄市长 透过有人联系陈其迈 陈其迈希望别批判他的爸爸 陈折南的暗K史 韩国瑜也要求别攻击他太太李嘉芬 两人口头协议暗化禁区 11月初李嘉芬被报建筑台塘土地办学 陈其迈为了自清 马上致电中间有人 强调之前说的事情 一定要帮他顾好 指的就是君子协议 11月19号辩论会前 韩正英得到陈正英 可能会对李嘉芬开炮的风声 韩国瑜急着打给友人 劈头就说帮他问问对方 约定还算不算数 如果职工家人议题 他不会白白挨打 事后证明双方信守承诺 是不是也有幕僚建议说 要不要攻打对手家人的议题 各种建议都有 秉持的一个单纯全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的朋友也有蓝绿 你不会用颜色去 来界定说私人的一些 友谊也好或者是交往 韩国瑜和陈其迈 不管幕僚提出的攻打家人策略 两个人从不消费对方爱奇货 老爸谨守君子命约 记者董优君邵玉敏高雄报道